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系列讲座 从严格意义上说 我的讲座不是学术讲座 我仅仅是想通过这个讲座 给喜欢广告的学生 讲一点关于广告的基本知识 我讲这个知识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喜欢广告的同学 从事广告 选择这个广告 做提点意见 最近我看到 北清报上有一篇报道 这个报道讲 去年大学毕业生 30%专业不对口 那么 北清报的这个报道 凸显出 现在大学生的一种困境 就是我满怀希望 我满怀兴趣 报考了一个专业 但是等我学完了呢 这个专业过时了 这个专业冷下来了 这个专业对人才的需求萎缩了 那么 我没有出路了 再有一点 就是说 还有的情况是什么 随我在选择的专业 我不得已不选择专业 和我的所学专业不对口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们上了大学以后 对自己原来所选择的专业 不满意了 因为我眼界开阔了 我的兴趣转移了 我不再愿意 从事我原来所选择的 所学的那个专业的工作了 所以我认为 大学生的就业 和所学专业不对口 虽然是一个无奈的事实 但是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实际上这个问题 主要牵关系到 职业生涯设计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 就是说 我选择一门 我非常喜欢的专业 我找到一个 我非常喜欢的工作 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但是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你选择一个 你所喜欢的专业 不可能是通过一次选择 就能完成 不是一蹴而就的 人生的定位 其实是需要一个过程 人生的职业生涯设计 是一门科学 是一门艺术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同学 选择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当然这个专业你也做不好 另外我们甚至还有一些同学 没有找到自己的专业 没有找到自己的工作 不是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讲的 说工作 我干我不喜欢的工作是痛苦的 如果晚上我还加班 更痛苦 比加班更痛苦的是什么呢 比加班更痛苦的是没工作 我连饭碗都没有 所以我对那些处在边缘状态的 就是职业边缘状态的人 提点建议 你不妨到我们广告的这个行业来 尝试一下 你能不能去做广告 那么我为什么建议你们来从事广告专业 广告是一个很容易从事的 什么人都要的专业吗 其实也不尽然 但是我告诉你 你从事广告专业 概率 几率一定很大 兴趣一定多多 为什么 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讲几个理由 第一点 就是说世界我们把广告专业和其他专业比一下 有很多专业 由于它的行业周期性 它已经过时了 就是说前几年很火爆 比如说学法律的 法律专业非常火爆 但是近些年来 法律专业的毕业生毕业了之后 很难找到律师 法院这些工作 因为这个人才已经饱和了 尤其是我们大陆又开放了 台湾的人士到大陆来考法律的证书 所以有的专业 它的发展的空间萎缩了 人才需求减少了 所以这样的专业呢 渐渐的走向 有火爆走向平淡 但是你想过没有 广告不会走向衰落 为什么广告不会走向衰落呢 大家想一下 世界上有多少商品 你手都过来吗 世界上有多少企业 哪一个商品 哪一个企业 不需要做广告 一个商品要想进入市场 就一定要做广告 一个商品要想在市场上 占有一定份额 就一定要做广告 一个商品要想在市场上 独占凹头 水雨争风 更需要做品牌做广告 所以广告 有无数的商品 有无数的企业 就会有无数的广告 可以让你去做 所以我认为 广告是一个朝阳产业 它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和发展空间 那么除了这个理由之外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找一个工作 应该找一个自己有兴趣的工作 应该找一个有挑战性的工作 如果我们所找的工作 没有兴趣 缺乏挑战性 我们这个工作 慢慢的 我们也就对这种工作 就越来越不喜欢 我们踏入这个工作的大门 也会感到有些痛苦 再有一个 我们大学生都学过 马斯洛的需要理论 人的需要 我们马斯洛指出来 人的需要是由低级到高级 人的需要有生存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还有爱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 还有价值实现的需要 还有艺术追求的需要 所以我们对人的需要 如果做一个分析 做个概括 人的需要大概有两类 一类呢 就是艺术对艺术的追求 一类就是谋取生计 谋生计 还有 就越有理想 人的需要 谋生计就是一种物质的需求 追求艺术 就是一种理想的精神的需求 所以我们说 如果你找一个工作 既能够让你挣到钱 谋到生计 又能够实现追求艺术 实现价值 这个专业是什么专业 这个专业肯定是 广告专业肯定符合这个标准 有同学说 我画画 我画油画 我画油画呢 现在我们都知道 拍卖行里边 油画拍卖的价钱非常高 但是你想一下 真正能够在拍卖行 拍上价钱的 纯粹的 知名的画家有几位呢 最纯粹的艺术 成功的概率更小 广告 广告是既追求了艺术 又获得了利益的一个很好的专业 所以我觉得这门专业就是 你来从事这个专业 那么你既可以挣到钱 又实现了你的理想追求 这个专业何乐不为 下面就是 我根据我的这样一个分析 我对我前面说的一些同学 几个建议 我建议不论你是学什么广告 学什么专业的 只要你想赚钱 只要你喜欢艺术 只要你迎接挑战 不妨到广告专业里来 一视伸手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梦想 这是我对同学们提的一个专业 专业的建议 很多同学听了以后 可能印象还不是很深刻 如果你大胆地走入广告公司的大门 然后你就会在这个专业里面 体会到了很多的乐趣 我建议同学不妨试一试 那么我们要做广告人 要明白哪些问题 我在这个讲座里面 给大家来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广告 对吧 如果我们 如果不了解什么是广告 那么我们做什么呢 第二个 我们要了解 我们所从事这个广告专业 他的历史 现状 这个专业的性质 这个专业的前景 我也了解这些问题 我们还要了解 比如说 我怎样做一个和合的广告人 所以我认为 如果你有了从事广告的念头 如果你想在这里做一个尝试 你要明白三个大的问题 一个什么是广告 第二个什么是广告业 第三个什么是广告人 你要把这三个问题弄清楚 如果你这三个问题没有弄清楚 那么你就 没法踏入广告的大门 什么是广告 我们大家看过了 无数的广告 你说什么是广告 还是一个问题吗 我们一起床 我们打开电视机 我们随手翻译本杂志 都能看到广告 我们一出门 我们就会看到 楼宇上的 后车停的 车厢 车身上的 我们一进车 还看到车厢里的广告 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广告 是不是我们就 不用讲什么是广告了呢 在这里面 我给大家讲一个道理 就是你熟知的东西 未必真知 到底什么是广告 我们需要做科学的界定 做严谨的分析 还是说一个 较为权威的广告定义 大家仔细听这个定义里边 主要是表述了什么内容 就是你通过这个定义 你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认识到 什么是广告 这个定义是美国营销协会 下属下属的一个定义委员会 我把这个定义 我把这个定义说一下 他说所谓广告 就是由一位被确认的广告主 大家记住 广告里面必须有一位被确实无误的广告主 这是下面他接着讲 在有费的原则下 什么叫有费 费是费用的费 就是在出钱的原则下 在花钱的原则下 在注入经济力的原则下 干嘛呢 下面他接着讲 就是所进行的商品 劳务或观念的 非人员的提示 和自我宣传活动 非人员什么意思 就是不是人际传播的 而是通过媒介传播的 自我宣传活动 实际上所有的宣传活动 简单之间的目的 就是为广告主服务 是他自己的宣传活动 我再把这个定义 完整地说一遍 所谓广告 就是由一位被确认的广告主 在有费的原则下 所进行的商品 劳务或观念的 非人员的提示 和自我宣传活动 那么我在这里面 就是我们把这个定义 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但是你要做广告 你必须把这个定义的内涵 认识得非常清楚 所以下面我来讲一下 理解这个定义 我要注意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 我要认识到什么问题 我要掌握什么问题 我要悟出什么问题 我必须要悟出 这里面的道理 我不能糊里糊涂的 懵懵懂懂的 我不能使其 自己昏昏的 昏昏然的 以其昏昏 使其昭昭 我必须非常清醒地 认识到 到底什么是广告 我必须要 我可以自己赢了